行政長官梁振英總結北京行程時 說本港限帶奶粉出境不是要針對旅客 我們實施的新例並不是針對內地或任何一方面的旅客 這個新例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事實上在新例式實施之後 因為帶超額的奶粉出境而被檢舉的人 裡面超過一半是香港居民 所以這個措施並不是要針對內地的居民 他又說會向內地市民加強宣傳新例 奶粉的問題在我們零售層面出現問題 而且這個短缺的問題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用這個新例來限制奶粉的出境 這個新例大家可以提到是生效的 在零售層面現在供應是恢復正常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我們要做好有關的解釋和說明工作 過去的幾天我們已經開始做了 我希望通過這些解釋和說明工作 內地的朋友能夠理解和諒解 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條新例 梁振英說帶超額奶粉出境最高罰款50萬 和監禁兩年是最高的罰則 而不是有內地人所說這個是硬性規定 提到中港的議題 梁振英又說暫時不會取消一簽多行 特區政府是會繼續去檢視 旅遊業發展的方向包括旅客結構 包括近兩三年每年二百分之幾十 這個速度增加的持一簽多行 這個證件來香港的內地的旅客 目前我們沒有什麼決定 目前沒有什麼決定 我們有決定之後 我們會第一時間向社會報告和交代 他說本港旅遊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要小心處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在北京報導